大家好,我是超子 上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了炸酥肉的方法 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两道菜 酸汤酥肉蒸酥肉 首先我们来做第一种蒸酥肉 准备少许姜片葱段 碗中放入一颗八角 切好的葱段姜片 少许盐增加底味 少许十三香 少许生抽酱油增加味道 一点点老抽增加颜色 少许芝麻香油 加入适量的清水 将对好的汤汁搅拌均匀 炸好的酥肉放入碗中 倒入调好的料汁 封上耐高温保鲜膜 上锅蒸40分钟左右 利用蒸酥肉的时间 我们做另一道菜,酸汤酥肉 准备少许木耳黄花菜 提前用温水泡开 准备一个可爱的西红柿切成小丁 泡软的木耳黄花菜用手摘成小块 用清水再清洗两遍 洗至水不发昏为止 准备几颗大蒜用刀拍晕做成蒜蓉 锅中放入少许油 油热以后放入一颗灵魂八角 将八角爆出香味 放入准备好的葱姜蒜 继继续将小料爆出香味 放入切好的西红柿丁 将西红柿炒出汤汁 现在的西红柿比较坚强 很难炒出汤汁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30秒 炒软以后烹入少许生抽呛锅 倒入适量的清水 大火烧开锅 放入炸好的酥肉 洗净的木耳黄花菜 适量的盐调味 一点点鸡精增加香味 少许白糖中和味道 小火慢炖3-5分钟左右 出锅之前放入少许胡椒粉 适量的香醋将胡椒粉卸开 胡椒粉如果不提前卸开的话 容易起疙瘩 一同倒入锅中 一道非常好吃的酸汤酥肉就做好了 最后根据个人口味 放少许芝麻香油 香菜或者葱花 酸辣过瘾嗷嗷嗷香 这个时候蒸酥肉也做的差不多了 掀开保鲜膜的那一刻 眼泪不经意间从嘴角流了出来 终于闻到了九尾的肉香味 剪出小料以后就可以直接食用 关于炸酥肉的方法 我上个视频有详细教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哪里还有不懂 可以在评论区吐槽留言 感谢大家支持观看 下期视频见 拜拜